佛法之旅 生命 天使 和你在一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这次说明需要先用三变词的这个主要的原因 云后名为三变词 这是真问 前面说说 由三变词来洗涤这个器具 那么这个三变词是哪三变词呢? 一则 修习除其注音 二则 真修枯其真性 三则 真定为其现业 这三样 前两种都是属于帮助 真定为其现业才是正修 就是现在正在修行的时候 必定要跟现在能造业的那些烦恼种子啊 把它压扶下来 不要让它升级现行 只在无上菩提的路上努力进修 所以这个注音就是也是属于持戒 注重在这界方面 那么正修 第二的枯提正信 正信是指着持这个信戒 就是要把三变语王的这个信戒 也要把它持着信戒 然后啊 才能够如法修行 由戒深定 因定发挥 这个道理在前面已经说过 那么由戒深定 必定要有持戒清定的功能 这个定功才能够升得起来 定才能够成就 假如持戒没有把戒持好 定力发不起来 所以这个三种电子开头啊 还是注重在讲究持戒方面 那么翻过来 我们就按照这个三种电子的思绪啊 来做说明 那么 规制下第二 别是进修当一三电子 分别开示 说明 解释 这个要进修无上菩提之前 要先 依照这个三种电子阿 按按照次第意义来学习 把它修好 然后啊 后面的圣位才有办法去征 这三种电子就是分为三段 第一就是修习,除其注音 未了要修行要学习无上补体 那要先把这个注音去掉 这个所谓注音啊 是注造恶业的因 不好的 这些东西会助长造恶业的因缘 所以这个注音啊 就是例如说吃五星之类 会正常这个造恶业的因 所以要把它去掉 那么人和注音 经文说 什么是注音呢 如是世界十二类生 不能自全 一四十周 所谓断食 处食 思食 思食 师父佛说 一些众生皆一十周 文字很长啊 我们就先念这一段 先说这一段 什么叫做注音呢 注发恶业之因 这个因要把它去掉 佛对欧难说 像这个世界 前面所说的众生世界两种尖导 这个世界众生 这个十二类生 如是如上文所说的 世界中十二类生的众生 他自己 不能自己保全自己 意思就是说如果他不吃东西 他不能存活 所以他们这十二类生呢 他都要一四十周 对于一界众生 三界内的众生 他的饮食不出这四种 受食的方式不出这四种 所谓直下文解释上文说 是哪四种呢 第一 断食 第二 处食 第三 私食 第四 事食 就是这四种吃东西啊 这四种吃东西的方式 那么这三界内的众生 才能够生活 按照这四种 我们一一来做简单说明 第一个 这个断食 断是断落 例如我们人 人吃东西有断落 一口一口 送到嘴里 就好了 然后咽下去 都有一个一个断落 有形有相的东西 放到嘴里 结好了 咽下去 这是有个断落 所以叫做断食 我们所能看到的 人到众生 以处生到众生 都是要具备这个断食 断就是团啊 一断一断 一团一团的饮食 放到嘴里 这个绝碎之后 然后才咽下去 就是有形断 我们人一天要吃三餐饭 两餐饭 那么每吃的东西都要有断落的 那么送到嘴里 决碎了 咽下去 这是断食 猝食啊 是鬼神是接触到饮食就饱了 他不用把东西吃下去 所以是鬼神的食品 鬼神他只要接触到这个饮食 他内心就觉得饱满 不必把那个东西吃下去 所以这个叫做猝食 第三的施食 施 我们的这个施的作用啊 在哪里施祥 这个施祥的功用 就是一种施食 如果越圣的 俗圣的地方说 世界天 他们参参 有修禅成就 升到世界天 他们不用吃饮食 也不用出食 他用施食 就是禅月为食 他们的禅月为食啊 就是心里 把心放在这个禅定的境界里面 在禅定的境界里 不会肚子饿 那就是饮食 那就叫做施食 例如世间修禅定修好的 他能够入定 一入定一个月两个月 像从前的去年老上 那么他入定 在一个月两个月当中呢 他并不吃东西 不吃东西 所以他身体的新陈代谢 还是正常的 不会饿 原因在哪里呢 禅定的施 禅定的功夫啊 资助他 所以他的新陈代谢 都是正常 不会发生问题 那就是施食 禅食 就是禅月为食 这是殊胜的 好的 还有呢 我们人间 也会有这种情况 各位看这个 原因法师的讲义里面呢 有两句话说 例如旺梅子科 贤沙子鸡 这也是事实之类 他只把这两句话写在讲义里面 可是他并没有解释 旺梅子科啊 这个比较容易知道 而且如果看过三国的人 三国时代 三国还没有形成之前 是旺梅子科的事情 是曹操说出来的话 那么有一段时间 曹操刚刚把这个首都移到这个喜都 就是他 就是他甲天子一令诸侯啊 那么当时本来 刘备 刘备是 有许州 许州是他的地方 所以当时他是许州墓 本来他是许州墓 可是啊 他太仁慈了 他没有想到 吕布是个辅郎之士 结果李布把他的许州抢去了 拢得这个刘备一家人 跟他的兄弟都没有地方 所以给他冲散之后啊 刘备一个人冲散出来 官障都分散了 不晓得到哪里了 那么刘备出来之后啊 他怎么办了 一个人怎么办啊 想到还是先回去许都 暂时投靠曹操吧 所以只好单腔笔马 往许都 跑到这个许都去 中途啊 到了天黑了 没有地方住 碰到一个姓刘的 他自己姓刘人 刘安 那么只好到刘安的家里 借俗 这个刘安啊 是个打猎的人 他的心是很黑的 很凶的 他看到刘方叔来了 他怎么办啊 天又黑了 也没有野味可以供养啊 怎么办啊 他就把他的太太杀掉 刘安把太太杀掉啊 将把他太太的这个北方的肉割下来 那么逐给这个刘备吃 刘备在吃的时候 他就问说 我没吃过了 这是什么肉 刘安说 这是狼肉 狼肉 实际上是 这个狼刺人肉 根本刘备不知道 他把太太杀掉 他不曾吃过这种人肉 所以觉得很奇怪 问他说狼肉 实际上刘安才是狼 把太太杀掉了 那么第二天起来才发现 后院里有个人杀在那边 北方的肉都割掉了 一问才知道 昨天吃的就是他的太太的肉 没有吃过人肉的 问问刘备就可以知道 狼肉什么味 我觉得这个刘安太残忍 那个时候的女性啊 都是不值钱 林子都亏葬菜 很可怕 这样子不然没有受到贼辈 刘备到了曹操那边 说了这个事情 曹操还给他一百两的金子 叫他再买一个太太 我看不晓得谁敢给他 也许再碰到刘备又杀掉了 刘备投靠曹操 后来他的官张也来了 那么暂时在去都投靠曹操的时候 有一天官张都出去了 刘备遮掩他的情况 就在后院里种菜 他自己在种菜 这个时候突然之间曹操派人来请他 要他去喝酒 他不得一直好去啊 不去不行啊 到了曹操丞相府的后院 他排好这个地方 就正在要请他喝酒 什么原因请他来呢 曹操就说了 他说我去年去征张秀的时候 就是跟张秀打仗的时候啊 兵士往南跑 口磕了 路边有没有水 大家磕得不得聊 因此他临时就用马鞭一指 前面有梅磷 前面有梅磷 就是有梅的梅圆子 很多梅 你们赶快跑 跑到前面去 有梅子就不会口磕了 实际上是假的 一说到梅啊 大家口水就流出来了 因此之孤啊 大家都是望前跑 那么也不会口磕 这个叫做望梅子磕 因为说到前面有梅磷 那么结果他往前跑 那么这个梅磷就会出现 那么就不会口磕了 有没有碰到梅 另外一回事 当下他们不会口磕了 那么然后他这个 这是去年的事情 今天因为他在院子里面的梅磕了 所以他足球论英雄 就请这个刘备啊 来陪他喝酒 那么其他的事情 以此无关 又重绝 这是第一 望梅子磕 有人问 刘备继续投靠曹操 他以后怎么能够出来呢 他怎么能够成立他的国家呢 简单说 他足球论英雄之后 大概不到一两天 就听到一件大事情 就是袁绍把公孙战打垮了 公孙战而且死掉了 公孙战是十八路祝后之一 本来也很强的 而以刘备是有缘故的 结果公孙战被消灭掉了 而且袁绍越来越强 还有袁绍的弟弟元素 打算要跟袁绍合并起来 来打曹操 那么曹操呢 那个时候刚刚开始立家不强 他就很恐慌啊 恐怕发生这个问题严重 那么因为他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 当然刘关章他都需要 所以这个时候他听到这个事情 这个刘伟马上就向曹操建议 他说这样了 我这一局就去拦这个袁绍 拦袁绍 不要让他去跟袁绍合并 这样子可以减少一部分的力量 曹操一想也好啊 就马上准许刘关章带来五百兵吧 就去打算要去拦袁绍 有这个机会啊 刘备就跑出来了 他们三个人带着兵就出来了 而且走得灰快 张辉在中途问刘备 大哥今天为什么要出来 这么匆忙这么快这么急啊 刘备说 您不知道我在那边啊 好像就在鸟笼子里面一样啊 现在鸟笼子的门打开了 我不敢开飞 还行吗 难道不要命啊 实际上投靠曹操是不是办法 他是不得已的 临时 那么现在有机会不赶快出来 那还行吗 那么出来以后 以后的事情啊 如果你要知道去看三国演义吧 我没有这个时间啊 这样子变成不是奖金了 而是讲三国了 这是有关望梅子科的话 第二 悬杀子机 讲义里面只写悬杀子机 并没有解释 什么叫做悬杀子机 悬是悬挂 把杀子挂起来 那么能够子机 这是怎么回事 一般读解都没有详细的解释 这个执掌 他的事意里面有说 但是跟我说的不大一样 他是根据中进录里面的 我在另外一部书里面看到 说唐朝啊 唐玄宗时代 因为唐玄宗 这个 宝爱 杨贵妃 由此发生 这个 安禄山之乱 安禄山造反 就是由那个原因而来的 那么安禄山造反的时候啊 天下很乱 那么这个 政府军里面有一个老兵 到前线去打仗的时候啊 大概他吃不消了 或者是什么原因啊 他就脱队 跑回来 跑回来 一个人跑 跑在这个山路上 中途啊 在路边有一个 一个房屋 听到这个房屋里面啊 有小孩子哇哇的声音 那么一直在说 怎么奇怪啊 现在已经是十四九空了 拢得所有的家庭都不能住啊 都跑掉了 怎么这个地方 还有小孩子这个声音呢 那么他就跑到那个空屋去看 看到有个小孩子啊 还不会走路 大概是还没有满足一岁了 那么是睡在摇篮里 这个也睡在摇篮里啊 手一直指指上面 在上面呢 是挂一个包包 挂一个包包 是从这个梁上挂下来的这个包包 而这个小孩子刚刚才会学说话 那么一直指着这个包包 指着包包就是这个阿兵哥来看啊 这个老兵看到就问他 你指的是什么啊 妈妈妈妈说 那那有饭 有饭 我肚子饿 那有饭 说他妈妈交代他 说他上面有饭 挂在那边 可是小孩子他也不会动啊 也不会走路啊 更没有办法下来拿这个 挂那么高的这个饭啊 所以他一直想 说上面有饭 所以大概是已经在那边 过了七天了 都没有吃东西 已经很衰落的情况啊 说话已经没有力气 那么这个老兵好心啊 他想想既然是上面有饭嘛 我来帮助他 赶快啊 就想办法垫高 把这个梁上挂的这个包包 把它解一下来 解一下来 答应在这个小孩子面前打开 打开一看 并不是饭啊 而是一包沙土 一包沙土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因为做母亲的 天下这么乱 她为了自己保命要紧啊 再加上这个小孩子啊 他已经没有这个能力去养育他 那么只有死路一条 他又不能看住他死啊 看他饿死也没有办法 所以他只好用这个办法 当下自己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他的这个 儿子死的情况 所以他把这个包一包沙土 挂在上面 就跟他的儿子说 我在上面挂有饭啊 你肚子饿上面有饭啊 这是一种假想而已 小孩子想着上面有饭 所以七天没有饭吃也不会 哦 等到拿下来 老兵帮他拿下来 一看 是沙土 沙土不能吃啊 不吃饭啊 小孩子一看到是沙土 马上就断气了 死掉了 不一定会死的嘛 因为他没有东西吃啊 而这个老兵也不知道 里面是沙土啊 所以解开来 一看看是沙土 整个心就沉下去了 所以当时老兵也很难过 而这个小孩子一看到死沙土 不能吃 当下就演气了 就断了气了 就没有活力了 那么这就是所谓 闲杀子鸡 他还没有拿下来的时候 小孩子往上看 看着那个沙土 明明是一包沙土 他以为是饭 因为他的母亲跟他说是饭 所以他一直想 如果肚子饿 上面有饭 有人来帮助的话 我就会有饭吃 他没有想到里面不是饭 而是沙土 因此之故整个沙包剪下来 一看到死沙 整个希望就断掉了 所以因为七天没吃东西 小孩子就饿死了 那么由此 所以就是说 闲杀子鸡 就是没有解下来之后 暂时止了七天 是暂时的 不能永久性 假如你肚子握 我一包沙挂起来 跟你说这个是饭 我相信你绝对是不会相信 如果用这种方式暂时来解鸡 那不是实在的 心里想象而已 想到那个地方有吃的 所以那个那是叫做思石 这是举例 时间上有这么一种例子 那么这个事情 举说是出在安禄山造反的时候 天下大乱 乱到连唐玄中度要离开首都 都跑到四川去 所以当时的乱的情况可以知道 很怕 有人说 中国的历史几千年来 只有一个字就可以把它断定它的历史 是什么 乱 乱 中国历史没有别的就是乱 乱 一换朝就乱 一换朝就乱 一乱就是几十年上百年 所以中国的历史 有人把它断定说 那就叫做乱史 历朝的乱 看它的那个乱的情况真是可怕 所以古代的人碰到这个乱世 但是非常非常可怜 路边的饿福饿死的人 随处可以见到 多可怕的现象 现代人享福不知道 一整碗白米饭 隔一餐就不吃了 倒在这个垃圾堆里面去 非常非常的 过度的享受 实在是要不得 那么在古代的人 那这种的碰到这种苦况 那是难以原意的 这次说明 诗诗 诗诗 因为诸诀差不多都提到这两样事情 妄媒子科 闲杀子机 差不多所有的诸诀都有这两句话 不过真正把内容写出来的并不多 诗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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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